大家好 我是阿周 带各位到重庆的观音桥附近的一个老区 洋河西路 看看有哪些好吃的店家呢 我们接下来影片介绍 很有特色的一间店 除了里面做以外 外头也可以 我发觉里面的空气还OK 这就是今天晚餐的地方 这就是干锅全壮中的汁锅 喂 里面 里面啊 去里面 全壮边干锅 给那两份 好 不知道要吃吗 要用什么可以帮忙 送到一个 一个人要吃饭 用餐时间 看看有多少人在等着要吃饭 这间应该是现炒的 好大一盆 对啊 就好大一盆这样 很特别 这么多人在等 水煮蛙 就是青蛙 这么多人在吃 这么多人在吃 大概是吗 好多哦 这一间太多人了 有机会 来吃吃看好了 可能时间不多 因为再两天就要回台湾了 因为再两天就要回台湾了 应该是份量啊 对 应该很大一锅 很多人吃就划算 是这样的 很多还有人来这边打卡 真的生意太好了 没有看过这么火红的店 这么多年轻人在旁边等 好的 这是很火红的一间店 再来这间四间 是当地人推荐 纪律推荐的店 这个九宫阁的火锅啊 四间火锅 两边 那边还一间 人就是那么的多 有看到啊 当天来的时候 说要等半个小时 我们就没有等 没在这边吃 但是今天看起来啊 至少要超过半小时才吃得到 我们也就没有考虑在这边买 那这个现在 看到听到声音是卖 那个 花生汤的 对面这个火锅店 也都是声音非常的好 这一带在小区 在小区里面 灰长火红 没有当地人抱你 根本不可能会找到这里 这个 四间火锅 这一间 声音也都很好 只是 在小区 可以吃的东西真的很多 这边的治安很OK 随时都可以看到 有 那个 在巡视 公安在巡视 我觉得这一点 两边都一样 都是有在巡视 有在做事 把治安做好 对 对 以上影片是阿座在 观音桥附近的 洋河西路 所拍成的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 我们下支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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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